大金狗,生活中,那个没有累,谁人没有苦,奔波的脚步不停歇,是为了家人的幸福,坚持的道路不认输,是为了梦想而付出,如果你觉得累,累才是成功的必经之路。 若是你尝到了苦,苦才是甜的出处,不想做将军的士兵,不是好士兵,不愿打拼的生命,不叫真英雄,人生怎么活,全在于自己的选择,要想与众不同,必须忍辱负重。 明天过后日子甜,七十年打金狗未来总是越过越好,进入十月份对于属狗的人来说,自己的财运也好像复苏了一样。 在这个月里面,因为工作运势的加成,财运也受到了一定的不易,或许属狗的人不适合赚大钱,不过,就是因为他们能积累小钱,才能将小财运慢慢积累成大财运,以改大家的印象。 在财运方面,十月天德、福德、贵人等财喜贵心降临,又年逢岁和,所以可以人缘广结,并且受贵人提携而尽财,可说是顺行顺义的踏上青云路。 1970年出生的属狗人,是苦耐劳,干事欠而不舍,能有好收成,这一年出生的属狗人。 工作上在贵人的协助之下,轻晕之上,生意在朋友的观照下如日中天,前半生虽然有点艰苦,但后半生儿女双全,初步享清福,财运一晚年为佳。 工作运一归于能够逐一圆满解决的类型,九月下旬即兴庇佑,到时候运势红到八字,狠菜大发赚大钱。 属狗人是重情重义之人,为人温温宽厚,和气空气,有求比应,乐善好施,不惹或是,老金活络,文武双全。 他们五行属土,终身有比善土助力,平向后吐生财的运程,属向狗获得转运良机。 不论职场仍是日子,都将把好运把握住,九月,你们不再为金钱而忧虑,所以你们感应到了自身的能量,一天比一天变好,整个人精气神就像开乐外挂祥筒,被塑像上升,做什么作业都可以步步高升,好日子向你们靠近,总算摆脱了人生的困境。 整个人精气神都会一天比一天变好,财富也会不断增加,整个人都活得人生,夸娇的光环笼罩之下,天然越活越有精力越有才干。 属狗的人待人和善,能输会到妙语莲珠,九月下旬即兴必佑,到时候愿是红到八字,很猜到八赚大钱。 在此好运的影响下,全家人都将会富贵平安,另外属狗之人,下半年事业经营的风生水起,叫家庭红红光火,同时应当注意,对于消费还是要有所节制,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 经过不断奋斗,不久的将来腰包要鼓起来好几倍,凭上好运,有望大有发福发财之命,属相狗的他们心态比较阳光,与其共住很高兴。 快人快语,一同天真活泼,十月福德宫的天洗,极心看护,到十分运势提高,红乱心动,假设想赶快脱单,应该对本身优缺点也有满足的知道,信任屏障建立将好运。 迟早喜结好因缘,而且屏障好运,有望大有发福发财之命,往后定能作响富有,输狗的你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,为人温温宽厚,和气空气,有求比应,乐善好施,不惹或使,百事囚禁图安,老金活络,文武双全,早年你金钱难据,挣多少,花多少,得由第三部大运开端方显成功。 功成名就,资产不缺,书像苟明日喜得和不拢嘴,乐得敲起耳朗腿,七月归人更多,好运不断,尤其是自己创业,往往可以完结作业的成功。 毕竟走上了幸福生活,作业展开兴隆,家庭和母,他们的波折相对比较少,只是继续坚持稳健的展开,会获得不错的酬血,一同会有新的时机,作业上多有几色根选择。 经过不断的奋斗,前途是令人羡慕的,偶属于财神妙,早年就有行星抢劫罪,后来有些人虽然没有大灾难,但偶尔生病,世事艰难,一侧有稀有的豹财。 九月下旬,幸运心照耀,时运不济的生肖狗,在九月下旬好运到来,主人好运,完满,另一方面,他们闪长自己的工作,所以他们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帮助,他们将来的繁荣和幸运,狗人一半相信自己的生活,一半相信自己,思想稍有保留。 好运在九月下旬闪掉,当好运罢随着许多喜事,金钱和丰收,如果你能抓住好运,就能够占据高位。 另一方面,狗友们,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,事业的发展是有利于厄运的,加上我们的建议去多方面提高自己的技能,相信一点点工作就会有一点收获,经过不断的奋斗,前途是令人羡慕的。 大师在这提醒输狗人开运技能,万般皆是命,万点不由人,输狗人要知道人的心有多宽,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宽,如果不能打碎心中的壁垒,即使给你整个世界,你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。 人生的坚持,就是学习的坚持,尽管是遭遇困苦,但是我们却是能在一次次的苦难中去成长,重新的去爬起来。 这就是奋斗的人生,总体来说,你的运势算是很不错的,就看自己会不会把握机遇,运势三思而后行。 与人相处稍大圆滑,好运次会降临在自己身上,建议你可以尝试佩戴自己属相的配饰,可压制自己的心火。 祝你多逢贵人,远隔小人,事业顺利,万事安排,点击下方蓝色字体,直达风情专属自己属相配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